快看,这只可怜的小狗被司机吊在卡车上,双脚悬空痛苦不已,发出阵阵惨叫声,可是哪怕如此,都没能让司机露出丝毫怜悯。 救援小哥上前询问,发现司机这一行为,竟然只是为了好玩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 这天,救援队接到一通电话,有人举报说,看到有大车司机在虐待动力,希望救援队尽快出动。 听到此消息,救援小哥当即询问地址驱车前往目的地,可来到事发地点后,却并没有看到所谓的虐待事件。 甚至连大车都没看到一辆,难道自己被耍了不成? 不过既然已经来到这里,救援小哥想着不如询问一下周围居民,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,没想到这一问,还真被他问出了不少东西。 根据居民所说,刚刚确实有一个大车停在这里,手中还拿着一根铁链,上面拴着一只小狗,确认了自己并没有被耍后,小哥立刻询问大车去往哪里。 居民指名方向后,小哥便道歉驱车离开,在行驶十几分钟后,终于看到了一辆蓝色的大卡车。 走近一看果然发现上面掉了一只小狗,并且此刻,大车司机正手提着铁链,将小狗提在了半空中。 看到这一幕小哥立刻怒火中烧,准备上前与司机好好谈谈,可这只小狗并不是他的,也只能强忍怒火,对其好言相缺。 小狗被司机吊在卡车上,救援小哥前来救助,看到小狗被如此虐待,小哥心中十分难受,他不许询问司机为何会有如此行为,没想到司机的一番话,让他顿时目自尽力。 根据司机所说,他用这只小狗就是用来缓解无聊的,平时出车困了泪了,只要将其虐待一番,便会感到十分兴奋。 久而久之,只要是无聊时,他便会将其挂在铁链上提起,看着小狗双脚离地痛苦的模样,就会感觉神清气爽,十分好玩。 听到这一番话,救援小哥强忍着没发作,耐心询问司机是否出售小狗,他想要将其买下。 没想到司机一听此话,当即两眼放光,思虑一阵后,便开价五百。 听到这个价格,小哥有些不敢置信,这小狗最多也就一百块,到了司机嘴中,竟然翻了五倍之多。 不过为了小狗的生命安全着想,他也只能咬牙拿出五百,交给司机后,终于将小狗彻底救下,看着他奄奄一息的模样。 小哥先是来到路边,帮他把铁链解开,然后帮他做了个粗略的检查,发现这只小狗并无皮外伤,只是精神有些郁郁寡欢。 看着他那瘦弱的模样,小哥拿出一些食物和饮水,让他先保持一顿再带去医院,经过一番检查,结果显示,除了有些营养不良之外,小狗并无大碍。 小狗被司机吊在卡车上,哪怕惨叫也失落无睹,原因竟然只是为了好玩,救援小哥看到体检结果后才放下心来,花钱做了一份体内外驱虫后,便将四色发抖的小狗抱紧,准备将他带回家中饲养,看着他瘦弱的模样。 小哥顺便买了一些羊奶粉,准备回家为小狗补充一些营养,很快救援小哥便驱车赶回家中,他找出一个奶瓶后,便将买来的羊奶粉重开,卫视给了小狗,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模样。 小哥十分心疼,看样子是很久没吃饭了,幸亏有好些人拨打举报电话,这才能将小狗救出,否则过不了几天,恐怕不是活生生饿死,便是在司机手下被虐待致死。 很快几日过去,小狗的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,并且他好像知道是小哥救了他,表现得十分沾连,无论小狗走到哪里,他便跟在哪里,显然是一副跟屁虫的模样。 看着眼前这只可爱的小狗,救援小哥完全想不到为什么货车司机会如此狠心,虽然想不通,但他决定自己要好好照顾眼前这只小家伙,不再让他受到任何伤害。 最后,我们每个人都有喜欢与不喜欢的动物,但无论喜爱与否,都请不要伤害他们,这些小动物也有活下去的权利,不能因为自己的喜爱,便剥夺他们的生命,我们可以不爱,但请不要伤害。 交配时间最长的动物,马岛稿离长达八小时,他们为何如此持久? 对于自然界中的所有动物来说,交配是他们将基因延续下去的唯一方法,所以不同的物种根据自己生存环境的不同,从而进化出了专属于他们的生殖策略。 由于自然界中危机四伏,而交配则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危险,所以许多大型猛兽都会选择将自己的交配时长缩短,从而规避一些风险。 可是在马达加斯加岛上,生活着一群神秘的物种,他们不仅没有缩短自己的交配时间,反而将其延长到了八个小时左右,他们究竟是何方神圣? 马导稿梨是一种灵猫科的哺乳动物,每年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,就到了他们的交配期。 然而在这段时间里,雄性的交配却不会那么顺利,因为对于马导稿梨来说,交配的主动权往往掌握在雌性手中。 值得一提的是,并不是成功与雌性进行了交配就万事大吉了。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,雌性马导稿梨很容易被其他能力更强的雄性吸引,从而转头和别人交配。 对于雄性马导稿梨来说,这样的情况让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屈辱,从而开始发奋图强,让自己交配的时间越来越长。 那么雄性马导稿梨为何会如此在意自己的交配时长呢? 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吗? 事实上,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后代获得更优秀的基因,不同物种在挑选对象的时候,也有着它们独特的方式。 动物之间的这种行为被科学家们称为性选择。 性选择究竟是什么? 马导稿梨又会有怎样独特的性选择呢? 由于不同物种之间有着不同的生存方式,所以它们的性选择也有着许多不同的地方。 以我们比较熟悉的孔雀为例,雄性在发情期时会做出开屏的行为。 这种做法就是在吸引异性与它们进行交配。 一般来说,羽毛更漂亮的雄性就能够获得更多异性的亲爱。 这也是孔雀之间专属的性选择。 而马导稿梨在交配之前,同样需要通过性选择来决定对象。 只不过它们的性选择比较简单直接,交配时间的长短成为了雌性最在意的方面。 对于雌性马导稿梨来说,配偶的交配时常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 这是因为在他们眼中,交配时间越长,就代表着雄性的能力就越强,为了让自己的后代获得更加优秀的基因。 雌性马导稿梨便会优先选择那些交配能力较强的雄性。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在马导稿梨正式交配之前,它们会经过至少五次的试交配。 一旦雄性的交配男能力无法满足雌性的需求,那么它们就会被毫不犹豫地抛弃掉。 因此为了能够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,马导稿梨不得不持续提高自己的交配能力, 进化成了如今的八个小时。 总的来说,这种独特的交配能力也只是自然选择的结果。 交配时间长达八小时,马导稿梨难道不会累吗? 按理来说,纯靠自身的体力来进行交配。 自然界绝大多数动物应该都无法达到八个小时的交配时间。 即使是狮子老虎那样的猛兽,身体也吃不消,但是马导稿梨却可以轻松做到, 并且时间还在不断延长。 那么它们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能力,是不是有什么秘密武器呢? 事实上,马导稿梨的身体构造极其特殊,在它们的生殖器部位,有一根叫做阴晶骨的东西。 这根神奇的骨头能够大大提高雄性马导稿梨的交配时间。 有了神器的加持,它们才能肆无忌惮地进行交配。 可是大部分动物都十分害怕在交配的时候遇到天敌的攻击, 而它们毫不畏惧地交配,又该如何躲避天敌的攻击呢? 在马达加斯加岛上,不论是气候还是环境,都十分适合马导稿梨生存。 更重要的是,在这个地方,基本没有大型野兽出没, 所以对于它们来说,根本不用担心有天敌的存在。 如此优越的生存环境,才能让马导稿梨没有后顾之忧的繁殖后代。 即便如此,为何马导稿梨的数量仍旧在不断减少呢? 相信大家一定可以猜到原因,随着人们对土地的开发, 马达加斯加岛上的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, 适合马导稿梨生存的环境不断减少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它们的数量自然会一直减少。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,一个月交配上千次,直至浑身溃乱死亡, 但又为何如此疯狂? 对于自然界中的动物来说,交配繁衍是它们必备的能力之一, 然而不同物种的交配策略也各不相同。 对于一部分动物来说,交配行为会让它们置身于危险之中, 所以为了避免在这种特殊状态下遭受攻击, 老虎等猫科动物都会选择缩短自己的交配时间。 而在澳大利亚地区,却生活着一种极其特殊的动物, 它们一旦进入发情期后,就会连续一个月不吃不喝地进行交配, 甚至单次交配时间可以达到14个小时。 这种动物究竟是何方神尚? 澳洲地区是世界上有名的动物王国, 在那里生存着许多脾气温和的有待动物。 而我们今天所讲的主人公名叫戴友, 是一种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的神奇物主, 它们的长相与老鼠十分相似, 它们看上去都是温和无害的。 然而到了每年的冬季,雄性戴友就会性情大变, 一改往日的形象,从而变得十分残暴。 这是为什么呢? 每年的6到8月是澳大利亚的冬季, 也是戴友进入发情期的时候。 在这段时间里,雄性戴友体内的高丸铜水平迅速上升, 从而导致它们的攻击性大大增强, 不仅喜欢对其他雄性大打出手, 甚至对于异性都不存在求偶行为, 而是毫不顾忌对方的感受, 直接暴力地强取豪夺, 甚至在这个过程中, 它们还会啃食配偶的身体, 以至于很大一部分雌性都死在了交配的过程中。 戴友的交配策略如此疯狂, 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具体原因究竟是什么? 根据科学家们的研究, 发现雄性戴友和雌性戴友的寿命有很大的区别, 一般情况下雄性戴友在一岁时就会死亡, 而雌性则可以活到三岁, 而这种情况的出现, 正是受到了它们交配行为的影响, 进入发情期的雄性戴友, 每次交配都十分疯狂, 它们的目标只有一个, 就是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。 与一只雌性交配完毕后, 即使已经成功受孕, 雄性也不会因此而满足, 而是会继续寻找其他异性进行交配。 它们如此疯狂其实就是为了让更多的雌性生下自己的后代, 从而延续它的基因, 而这种情况一般都会持续整整一个月的时间。 在这段时间里, 它们不吃不喝, 甚至在繁殖期的最后一段时间, 雄性戴友会变得更加疯狂, 到处寻找雌性进行最后一次的交配, 而雌性对于它们则是避之不及, 生怕自己成为了被它们选中的信任。 由此可见处在发情期的雄性戴友究竟有多可怕, 那么对于雄性的这种疯狂行为, 雌性是否可以选择拒绝呢? 进入发情期的雄性戴友已经丧失了全部领志, 面对异性的反抗只会让它们更加暴躁, 从而进行猛烈的撕咬, 所以对于雌性来说, 拒绝是根本不可能的, 而反抗则会更加痛苦, 因此它们就只能默默祈祷交配赶快结束, 除此之外根本毫无办法, 在繁殖期结束后, 等待它们的又会是怎样的命运。 对于雄性戴友来说, 发情期结束就意味着它们的生命走向了终点, 连续一个月的交配让它们筋疲力尽, 浑身不满伤口, 所以大部分雄性都会寻找一个安静角落, 静静地迎接它们的死亡, 那么它们采用自杀式的交配策略, 真的值得吗? 事实上代佑的这种行为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, 虽然它们在繁殖期结束后就会死亡, 但是在它们的努力下, 其后代的数量并不会太少, 从某种角度来看, 它们将自己的基因遗传给了后代, 也就没有遗憾了, 那么在它们死后, 成功受孕的雌性又会经历怎样的事情呢? 虽然雌性并不会因为交配而死亡, 但是它们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更加轻松, 雌性代佑的幼崽将会出生, 这个季节的食物比较丰富, 因此幼崽的存活概率也会提高, 但是雌性代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, 生下幼崽的它们身体开始变得虚弱, 有一半的雌性代佑会因此而丧命, 在死亡率如此高的情况下, 代佑的生存状况会受到影响吗? 如此极端的交配策略 确实会给代佑种群带来一些负面影响, 但是代佑数量减少的根本原因 还是受到了人类行为的影响, 并且到目前为止, 代佑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,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